两名大人挤进一辆碰碰车笑开怀 仔细看其中一人手里可是握着长枪 塔利班士兵占领游乐园一秒变小孩 大声吸闹完旋转木马 跟塔利班以往速杀之气形成强烈对比 连在总统府健身房都可以玩得不亦乐乎 接下来进入总统府更让他们大开眼界 金币辉煌的摆设 在号称穷到只剩下金子的总统府 塔利班士兵开启同论会 吃零食聊天完全不见军人秩序 而塔利班也开始塑造新形象 闯进科布尔黎明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收缴武器 塔利班士兵一秒遍记着坐起街坊 塔利班对内营造和平安全氛围 对外开始洗刷打压女权的恶民 阿富汗电视台可以安排女主播重新坐上主播台 塔利班更宣布大赦前朝官员 还邀请女性加入新政府行列 塔利班还向美国喊话说会提供他们安全的环境 美国使馆人员其实不用急着撤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